大家好,大家好,星星,有玩什麼一包包一袋袋的東西嗎? 你這麼喜歡玩這些東西嗎? 這些是冬菇來的,發起的冬菇嗎?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冬菇吧 看我煮的東西都知道我煮的東西沒有雞粉和味噌 我很多時候都喜歡用冬菇來做料頭,起鑊,甚至用來煮湯 我一次都會做大約半斤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冬菇 這些冬菇 冬菇都會分為便宜貨和貴貨 所謂貴貨的大多數都是原木菇 原木菇都有些便宜貨和貴價的 我一般我自己吃的原木菇 普遍都是用來炆菜、調味、煮湯 這些大約是90元一斤 買兩斤便宜少少 我之前就買了幾斤回來 現在為何會炆冬菇呢 我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因為這塊冬菇已經是軟了身 今天沒有太陽曬 現在軟了身,我快炆了它 如果再不炆,它會吸收鴨味 它的味道會很厲害 這塊小花菇 比較貴一點 但這塊小花菇很爽口 比較貴一點 我們撕掉冬菇的腳 不要放進去 留下來煲湯 用這些冬菇的腳 也很香味 我們剛才提到原木菇 還有一隻更便宜的 我們就叫做香醇 香醇和這些原木菇的分別是什麼呢 這些都說得很清楚 原木菇是在木裏發出來的 香醇全部都是用菇包 即是溫室菇發出來的 我們一般來說是怎樣分別呢 香醇很薄身的 還有大部分香醇都是沒有腳的 你不要看我這些沒有腳 我剛才撕了一招 這裡有腳的 我撕了出來 香醇大部分都沒有腳 或是平腳 而且很薄身的 香醇和這些菇的價錢 當然是相差很遠 香醇的三四十元也有一斤 我們這些菇 如果我今天不做 再放進去 它就會潮 會開始起霧 那些味道更厲害 我們發這些冬菇 第一步要做的是什麼呢 你不要以為那些軟身 這麼正的那些 發也不用發 熱水淋一下就可以煮得了 千萬不要放熱水 把冬菇放進去 把冬菇放進去 一定不要放進去熱水 因為這些菇 好像冬菇裡面 都會有些菇青味 或噴味在這裡 你一放熱水 這樣就怎樣 我經常都說 用熱水 就鎖住味道 在這裡 我們用水 在這裡 大概浸泡15分鐘 冬菇大約浸了15分鐘 浸了15分鐘 浸了15分鐘 這個步驟 在這裡 這個步驟 什麼來的 生粉 加些生粉 加些生粉 的作用是甚麼呢 把它們放進去 用生粉 不停擦 這個步驟有什麼作用呢,用生粉搓在冬菇 讓冬菇裡面的髒東西和表面的髒東西和冬菇裡面的雜質 特別是邊緣的雜質,搓一下,稍後再過水 一邊搓,生粉越來越深色越髒 搓了一些髒東西出來,清洗過程中,把冬菇的陰味帶出來 這裏,我們便搓完,然後洗乾淨 看到生粉的水和汁,啤白色的 這裏最少要割兩瓶水,過兩瓶水,過清它 再過,過水,洗乾淨 我們怎樣看冬菇的味道,或者是否可以 我們再看這裏 這批冬菇,因為它有點潮 我便會再洗一次 經常來說,洗一次就差不多了 現在我便再洗一次 你不怕洗乾淨菇的味道嗎? 現在這樣洗乾淨菇的冬菇 現在這樣洗乾淨菇的冬菇 有些噴味不好的味道 就靠這段時間,把它洗乾淨 又是重複第一次的步驟 就是這樣拿 這樣拿完,然後再放水 繼續拿 繼續拿 倒進去 倒進去 然後就可以過水 倒進去 倒進去 過水 浸冬菇 這個步驟 這個步驟 就相當之重要 用生粉 拿完 然後就洗乾淨 冬菇大約浸了15分鐘左右 其實,它會有很遠的路程 但是這些冬菇我們一定要洗乾淨 再倒進去 再倒進去 看看冬菇的身 還有沒有粉的殘留在這裡 現在差不多了 冬菇浸了一晚之後 我們看看這個模樣 經過一晚的浸法 它比原先差不多大了一倍 發冬菇 一個很重要的竅門就是 一定要浸水浸得去夠 這個是很重要的 你浸得去夠,它會扯夠水的冬菇 現在就不要動它了 因為我們已經洗乾淨了 現在我們就開始 炆一炆冬菇 炆一炆冬菇 那我們又如何炆呢 這些炆了 連上浸的冬菇水 一起放進去 連上浸的冬菇水一起放進去 接著這段時間 大火 加熱 然後由凍水加熱 浸的冬菇水不要不熱 原煲 放冰糖 其他什麼都不用加 蓋上蓋子 讓它滾 現在的冬菇滾了之後 我們收慢火 這個狀態之下 再炆15分鐘 15分鐘 好 炆這些冬菇不用太久 最重要就是浸透 現在 就是等它 炆到所有的冬菇夠熟 就已經可以了 不需要太久 微微火 炆著它 15分鐘 現在炆了15分鐘 我們揭開來看看 可以了 然後怎樣 蓋上蓋子 關火 現在就換衣服 今晚才再炆 現在放工回來家 看看這盤的模樣是怎樣 這盤的冬菇很漂亮 剪一尺給大家看 很漂亮 現在我們就可以倒起來了 不要倒掉水 水很有用 我們用個篩子 隔掉 隔掉冬菇水 把冬菇放進去 這些水 我們用湯碗 追回 追回 什麼用途 用來煮湯 煮湯 煮碗 仔豉 什麼都可以 留下冬菇水 然後這些冬菇 就像我們剛才那樣 用保鮮紙 十隻一包 包好 放在冰箱 用的時候就拿一包出來 有些包五隻 有些包十隻 這樣就可以了 今天發冬菇的分享 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這些冬菇都是一般 基本的用途 主要是用來做冬菇 豬肉餅 冬菇蒸雞 或者一般 我切一點來做料頭 炒一下